第五百七十四季 贾明的故事讲完后,成哥开始一本正经地分析贾明遇见的鬼是谁。 在贾明的故事里出现了两个鬼,他们都和老太太给他讲的故事有关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很可能是因为贾明在那晚做了什么事情,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,从而导致他不断在给自己某方面的心理暗示产生了幻觉,将故事里的鬼幻想了出来。 成哥后面又用到了一些从高医生那里学到的专业术语,偶尔夹杂着几个英文单词,他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意思,但说出来就给人一种很专业的感觉。 在他的讲解下,李正和女警神色黄和不断点头,比起鬼怪,他们更倾向于是认为贾明疯了。 顺利洗脱掉自己的嫌疑之后,成哥平静地看向贾明,也许是他的眼神让贾明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,又或许是贾明意识到了危险,他身体忽然抽搐起来,非常突然地昏倒在了病床上。 我可没有碰他。 成哥抬起双手,站在病房一边,看着医生和护士进出忙碌,他双手慢慢握紧,有些话他没有给警察说,其实他觉得贾明应该没有撒谎。 那个和成哥长相一样的人,应该就是影子。 至于他为什么会长得和成哥一样,这一点他自己也不知道。 后面贾明讲的那些估计也是真的,影子跟随他回了租住的地方,被老太太看到惊动了住在老太太家三楼的亡魂。 小孩鬼是老太太的孙子,女鬼是老太太的儿媳,屋子里应该还有个男鬼没有被贾明发现。 影子跟随贾明回了家,那三个亡魂是在保护他,可惜实力差距过大,亡魂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提醒他,让他意识到危险。 成哥知道,贾明有很大的概率没有撒谎,但是他仍旧会去搅浑这池水,因为他没法确定影子现在是否还在贾明身上。 影子非常狡猾,这一切有可能是影子想要利用警方下套。 想要证明贾明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,其实也不难。 成哥把李正名叫到病房外,打听到了贾明所说的那个老太太的位置。 他想知道老太的那晚到底看到了什么,也想找到那几个亡魂,询问一下他们当时的感受。 九点钟乐园开一夜,留给成哥的时间不多,他决定现在就过去探探路。 李队,你们可千万不要大意,这个人很危险,他绝对不像自己表现出的那么无害,你们别把他当作普通的精神病患者来对待。 成哥不知道贾明什么时候会醒,嘱托了李正几句话后,离开了病房。 打车前往贾明最开始租住的地方,天刚亮,大街上人很少,偶尔能看见其辆车经过。 成哥一晚上没睡,先是去康复学校追逐水鬼,接着又进入水库捞湿,最后回到医院配合警方调查贾明。 整个晚上的时间被他充分利用了起来,没有休息一刻中。 头脑昏沉,困意袭来,成哥在出租车上小睡了一会儿,到了地方后才被司机叫醒。 只睡了几分钟,根本没什么用。 成哥感觉脑袋里好像灌了水一样。 搓了搓脸,他进入小岗,一股阴寒的气息扑面而来,可能是建筑布局的问题,外面的光线很难照到巷子当中。 怪不得贾明从小楼里逃出来后,不敢停留,一直跑到马路上,才放松下来。 这里是老城区,周围的建筑都不高,大多是一些两三层的小楼,看着十分破旧。 其中还有一些墙壁上写着红色的钗子。 贾明在医院里讲的那些事情,应该是发生在几年前,希望老太太没有搬走,房子还在。 他根据李正提供的地址,在小巷里摸索了半天,才找到老人的房子。 左右两边的邻居都已经搬走,有一家窗户上还破了个大洞,应该很久都没有住人了。 这地方还挺难找的。 诚哥进入楼道,看见墙角摆着几棚花,可能是长久没有被阳光照射的原因,花朵大多凋零,只也枯黄。 有人吗? 诚哥敲了敲一楼的房门,轻声喊道。 无人应答,楼道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回音。 扭头朝楼上看了一眼,诚哥总觉得这小楼里怪怪的。 他试着拉动房门,一楼的房道门直接被拉开。 没锁。 诚哥心里好奇,将房道门彻底打开。 一股浓浓的霉味从房间里传出,屋子里堆放着一些老物件。 沙发还是二十几年前那种不包的沙发,墙上的挂钟和低矮的餐桌,看起来都有些粘头了。 门把手上没有灰尘,屋里钟表正常走动,这屋里应该住有人才对。 没有得到允许,诚哥也不会随便进别人家里。 他又在外面喊了一声,屋内仍旧没有回音,不过楼顶上却传来一种特殊的声响,像是一个快煤气的皮球在地上滚动。 在三楼? 诚哥朝楼上走去,经过二楼的时候,他发现二楼的房门也是开着的,不过这里面却没有异味,就好像每天都有人在打扫一样。 在二楼房门口停了一会儿,诚哥继续向上。 楼道拐角的窗户被黑布遮盖,墙壁上没有装灯,外面天已经亮了,不过楼道里却依旧是漆黑一片。 有人吗? 古怪的声音钻入耳中,诚哥就仿佛恐怖片里那些拼命作死的主角一样,一步一步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走去。 踩在台阶上,身体朝着更黑暗的地方移动,他手扶栏杆,感受着从掌心传来的冰凉。 老房子三楼那里,没有任何光线,诚哥拿出自己的手机,打开手电,他照向声音传来的地方,光线扫过的时候,有什么东西窜了过去。 肌肉绷紧,诚哥扫射三楼,这里房门被拆卸,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,最显眼的是一架落满灰尘的钢琴。 琴剑少了很多,就仿佛一个牙齿快要掉光的老人张开了嘴。 他们家一间,应该过得很不错,有一栋三层小楼,还能买得起钢琴。 诚哥走到钢琴旁边,手指按下琴剑,想象中悦尔的声音并未出现。 诚哥望向钢琴内部,一大堆头发被人塞在钢琴里,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 诚哥发现那些头发似乎还在翻动,向钢琴内部收缩。 手伸入钢琴内部,诚哥面色平静地抓出了一把头发。 有黑有白,洞口边缘整齐,像是被人剪下来的,这些是冯东老太太特意收集的。 冯东的儿媳妇出世时还很年轻,头发不可能是白色的。 老太太为什么要在钢琴里,塞这么多头发? 诚哥将手中的头发扔回钢琴,可就在他收回手臂的一瞬间,视线捕捉的头发里,有一张灰色的脸伸过。 他刚才好像一直趴在头发里,看着诚哥。 什么东西啊? 三楼是亡魂的房间,出现些灵异现象,在诚哥看来很正常。 他没有惊慌,把手机摆在一边,灯光对准钢琴内部,然后双手伸进头发堆里。 你还在里面吗? 没人知道头发下面藏着什么,也没人知道等会儿会摸出什么东西。 诚哥手指和头发触碰,那种感觉并不好受。 翻找了半天,诚哥还是没有找到对方。 他收回双手,看了眼旁边的钟表。 这表和一楼老太太家里的表很像,只不过表盘上唯有秒针在走动。 转动了一圈又一圈,可表盘上的时间却没有改变,定格在了三点四十四分上。 是下午三点,还是凌晨三点? 这个时间,发生过什么事情? 凌晨三点 Gut,延啊。 是下午三十四分下所? 看军 公司2 議员。